很多粉丝要我拆解的广场舞干扰器买来了 主机 可以变焦 1865灯充电器 没有说明书哈 E解18650电池 还需要配个套筒 这也看不出来效果 这里需要用到我的改装过的苹果6SP 只有被拆掉红外绿光片的摄像头 才能拍到它发出的光芒 这个红外光线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电视机遥控器 看不见它的光线 但是在红外相机的镜头下 可以看到亮光 正常看不到 红外相机可以看到 现在切一下画面 用夜视6SP 可以看到它的灯芯在不停的闪烁 它在不停的发射信号 发射的面积非常的大 向前推 聚焦 现在肯定是发射的非常的远 发射的比较远 我现在拿着它来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监控启动夜视模式 可以拍到它的红外光 这个监控白天是看不出来的 这是一个太阳能营地灯 支持红外遥控 咱们用灯试一下吧 我们东北的天气已经不适合跳广场舞了 找不着实验对象了 开机 把灯点亮了 又给关上了 可以确定它的工作方式呢 就是不间断的发送开关机 或者模式切换的功能信号 这些小点呢 是苹果的雷达 信号非常的强 不冲着它也好使 接下来咱们拆了它 首先是按压开关 这个很正常 电池说过了 18650 卡环 凸透镜 塑料的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红外LED灯珠 灯芯拿出 上面有两个阻尼的胶环 上面就是两根线 连接着红外LED 首先供电正极 进来之后给一颗二级管 再给一颗电阻 然后给这颗芯片供电 给芯片的第八角 正极的另一路呢 给这颗三级管 SS8550 一颗信号放大三级管 三级管的发射极 中间是 机极 连接到芯片的第七角 然后三级管的极电极 连接到 红外LED的正极 那么它是一颗PMP型三级管 然后黑线连接着电源的负极 同时这颗控制芯片的一角 也连在负极上 这个最有意思的芯片呢 就是这颗AD9198765.15AC 这颗芯片呢 我猜测 内置了很多组 各种蓝牙音箱遥控器的开关机信号 以及模式信号 然后不停的循环发射 以此用来干扰蓝牙音箱 但是没想到竟然连灯都干扰 好 结构呢 我们看完了 接下来装回去 今年玩不了了 天冷了 明年呢 咱们去江边 找个坐轮椅的老大爷 送给老大爷 就是那种老伴跟别人跳舞的 老大爷应该挺喜欢玩 往常还有一种长条形的干扰器 大同小异 它只是接了一排乐意底 这玩意没个指示灯 开关机都不知道 好 开机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更多试玩拆解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